郭琦議員 謝謝主席,這條鐵路就是非常好的,我們一定會支持的,我自己來說,不過呢,就說,因為它經過那個地段那裡,如果是對於業團人有影響的,其實應該做出一些合理的補償,其實才是合理的。 我自己聽到回來,就是說,這些鐵路的建造,如果在地底做,就會貴過在路面做很多的,我不知是不是,希望一會兒你解釋一下,如果真的在地底做的貴很多的話,那些錢其實多出來的話,我在路面做就省很多的話,那些錢其實真的拿回來收地好過了,將它收了地,最多補償多一點點,就不用留在那裡,將來造成一些爭拗, 因為剛才很多議員都說了,你在地底過的話,那將來可能影響他們的那些丁屋,那個申請,或者是那個周邊那些地都動不動得,你現在就說沒有影響,但是將來你們都做起了,那可能那些各國政府部門,一申請丁屋的時候,又說可能會影響到下面那個鐵路的運作,都不出奇,所以這個就造成無可估計的損失,對居民,所以希望你們就搞清楚它,希望做一個合理的補償給居民,就會很幸福。 我覺得,其實我們一向爭取,希望我們新界西的居民,或者是其他地方居民,都可以在錦田附近有一個轉車站,但是你們這裏就說這條高速公路來的,就不可以這樣了,高速鐵路來的,其實可能你們就說,會不會就是說,因為這條鐵路,就在九龍那方面,在那裏就直接的人全部去那裏上車,就要檢查了先,然後上車就直接走,直穿過深圳, 所以如果你在錦田那裏再建一個站的話,那你又要設多個檢查站,那就要浪費很多人氣物力,既然是這樣,我有一個建議看看這條路,我不知道怎樣走法,但是它都經這個八鄉附近這樣走,它會不會穿過在那個洛馬洲口岸附近那裏呢? 如果真的穿過洛馬洲口岸附近,我希望你就可不可以直接穿過洛馬洲口岸的檢查站,地底那裏,那如果我們那些新界西的居民,我們可以坐黃巴士也好,其他地方都可以坐很多那些旅遊巴士,都可以去到洛馬洲那裏過關的,那一過了關之後,過了我們廣坊關,那你就從那裏穿到地底,讓我們有一個口口在那裏進去,那由那裏來,再乘搭你這個高速鐵路,那裏也可以省了檢查站,反正我們都要去過黃巴士, 黃江那裏,洛馬洲那裏過關的,剛剛的,如果鐵路是差不多在附近的話,我希望你可不可以改那條線路,直接穿過地底,由那裏設一個站,讓我們過了港方的洛馬洲關,在那裏來乘搭這個鐵路,那就對我們這個新界西居民,還有其他香港九龍很多地方都是要搭這些直川的巴士,可以去到那裏過關的,那就方便了很多人,就不用全部都要去九龍你們的總站那裏上車,是嗎?多謝主席。